一年一度的厚礼泰安樱花季 趁着周末假日热闹开幕 虽然目前花矿只有三成盛开 但仍然吸引大批民众前来赏花 主办的台中市政府观光旅游局表示 预计228廉假期间将是花矿最佳的时候 也呼吁民众可以乘坐赏银街博专车前往 避开赛车人潮 原案者的曼妙物资 为今年的泰安樱花季浪漫开幕 今年樱花因为受到去年台风及气候影响 导致花期延后至今 就连花矿目前也只剩开三成左右 但樱花美景的高人气不减 现场依旧是涌入大批民众 比较不漂亮 今年第三年 今年樱花比较没有之前那么多 我们是从大理雾峰过来的 然后来这里已经第三年了 现在已经花季已经开三成而已 希望说下一次来开更多 今年都有一些泼湿曲 沿路上都有泼湿曲蛮漂亮的 在阳光下选得更漂亮 值得再来 认真的制作着手中的樱花竹蜻蜓 主办单位发挥巧思设计这个可爱的DIY竹蜻蜓 限量只有150份 一开放领取就被民众秒杀 相当受到欢迎 观光旅游局表示櫻花目前还在陆续绽放当中 预计在二八年假将会是最佳的赏花时期 因为妈妈说想看樱花 所以带我们来 我觉得这里很漂亮 也有拿到樱花竹蜻蜓 也很可爱 今天到太阳这边看赏樱花 然后刚好领到我的樱花竹蜻蜓 然后这边很漂亮 然后大家可以来观赏看看 前阵子我们几波的含有的影响 所以说今年的樱花季稍微比往年 稍微晚了一点点 一直到3月5号之前 实际上我们樱花会陆陆续开 然后我们预期在月底 实际上是花光会是最盛开的时候 与樱花开心合影 今年的太阳樱花季 将持续到3月5号 假日时还会推出赏樱巡回接驳专车 从太阳火车新站 每15到20分钟一班 欢迎民众踊跃搭乘 避开塞车人潮 记得李云轩台中采访报道